首富李嘉诚早前接受访问 就配戴大约3,150元的Citizen EcoDrive光动能标 这么平实的选择就令到外界惊吓不已 它大赞这支标很轻而且很实用 可以带着做任何运动 至少可以带大约十几年 而光动能标另一个特点诉求就是环保 改名为EcoDrive 就可以带出设计的初心 1973年日本遭逢石油危机 隔年政府就发表以活用太阳能为主题的阳光计划 就令Citizen朝着创造光发电手表的方向迈进 当时虽然已经有太阳能电池 但要裁设成适合手表尺寸的太阳能速电池 难度就十分之高 直至1974年Citizen才完成原型 1976年8月终于发表全球第一只 使用光动能的石精标 当时光动能标的技术 外于发电量和耐用性 电池寿命只有5年 没有办法达到活用太阳能驱动手表的优点 直至1986年 退出全球第一款充满电能运行 长达200小时的碗标 陆续精进到在室内微弱的光源下 仍然可以为内置的二次电池充电 电池能量不足的时候 秒针会每两秒跳动一次来提醒 等充完电后 秒针就会立即恢复正常的运行 就不需要定期更换电池 目前光动能标有两大结构 最常见的标准光动能在半透明面盘之下 放置太阳能板再转为电能 而另一创新的结构 环形光动能 就由环绕标圈内側的吸光装置来吸收光源 再转化为动能 令标面的设计和材质再不受限制 光动能标在功能上不断增进 1998年发表全球第一款光动能潜水标 在2012年就推出由标鸽侧吸光的光动能标 隔年史上第一只具南牙功能的光动能标问世 2016年就是光动能碗标诞生40周年 发表机身厚度就只有1mm 标鸽厚厚度只有2.98mm的ECODRIVE ONE碗标 成为史上最鲜薄 亦是Citizen最高价的光动能标